在2013年8月的时候 有一个朋友在美国介绍了一家叫TelexFree这家公司 然后这家公司主要的软体是这个VIP 那这个VIP软体有点类似Skype 类似Skype可以拨打 网内互打就是网路对网路互打是免费的 那如果是它有类似Skype Out的功能 也就是说它可以拨画到签约国家的一般室内电话或手机 大概可以拨到40几个国家 但是发画国目前只有8个国家 而且台湾还不在列 也就是说从台湾发画到其他国家的室内电话或手机是打不通的 那比较有趣的是它有一个制度 那这个制度就是譬如说你帮他们公司打广告 行销他们公司网站的话 那你就会每个礼拜得到100块美金的佣金 那这个乍丁之下听起来很像是吸金集团 因为哪有那么好的事 所以那时候呢 我朋友跟我讲的时候呢 我说这个东西怪怪的 有点像有点像那个吸金诈骗 我说那我愿意冒个险没关系 可是要投多少钱呢 他说加盟这一家公司的话呢 要合台币 美金一千四百多块 合台币大概四万七千块左右 那我说四万七千块 其实我觉得还蛮贵的啦 那不过以加盟的角度来看的话 加盟失业的话 这样也不算贵啦 毕竟你开个珍珠奶茶店 其实也不止这个价钱 你开个7-11也要几百万嘛 那我就说好那OK啊 结果从去年8月到现在 我加入之后 比较有趣的是在这个后台里面 那这边有个佣金的地方啊 我那时候到目前为止 像现在里面美金有千四百多块嘛 然后因为我陆续有领回来啊 或者是我有帮别人 有别人要购买 然后我用电子币帮他付掉啊 所以我自己 这个是帮别人带付款付掉的 然后我一千八百多块 又变成三百多块 然后他持续会有佣金进账啊 还有你每天要帮他打广告出去啊 那目前我里面账户余额剩下三百八十几块 一个公司如果没有商品的话 这家公司是很不稳健的嘛 因为这样会真的很像诈骗集团 所以呢我们就去研究他的公司产品 到底怎么使用 那这边有个 这个网站里面有一个 这边有个 免费一小时的电话拨打 然后按一下 这边有个Free Download 下载这个软体 这个软体就叫做 Tex-Free 99 Text-Free 他的软体名称 那我选择 那这边有跟你讲说 Free Call Chat Message 有点类似MSN啊 Skype啊 会议系统啊 还有Video Calls 就是可以有这个影像电话 然后 传送档案等等的 跟Skype很类似就对了 那他这边可以去下载这个软体 按64bit 我们现在的Win7以上的电脑 应该都是64位元了 然后就选择下载 下载的时候呢 他他有一个EXE的执行档 那因为我刚下载过了 所以他跑出一个括号E 好就是这个档案 然后按存档之后呢 他下载这个档案 我把它存到我的桌面来 OK 这个TeleX3这个软体 点两下执行 然后按下一步 接受下一步 下一步 然后他有告诉你说 这个 Shortcut就是捷径列 要不要列列 这是电脑桌面 OK 好 要不要 AutoStart 当电脑开机的时候 要不要自动启动 我选择先不要 因为我装了蛮多软体 不要再直接启动 然后在这边有一个 连结的Protocol 就是协定 SIP SIP 我知道就是 VOIP的协定 网路电话的协定 XMPB 我就没有研究 不知道 可是他预设是打勾 所以我就预设让他打勾 然后下一步 install 开始安装这个软体 那为什么安装这个软体呢 最主要 我是想要知道 这个软体 到底跟Skype有什么优劣的比较 如果说这个软体 因为据说他今年会出专用的手机 直接内建这个软体 然后最近看到PCM 他有出Skype专用手机 好像快要出 好像已经出了 那这个Telex Free 它也是要推出自己的手机里面内建这个软体 这等于说 用手机 彼此通话不用钱 这个电信市场 其实是一个很大的市场 我这边按允许存取 电信市场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市场 很大的饼 那所以各家电信业者才去抢这个大饼 那这个国外的这个软体 它到底跟Skype有什么可以相抗衡的功能 目前我还在测试中 就是要输入你的ID跟Password 那因为我已经有申请账号了嘛 所以我直接打我的ID Password 然后记得我的密码 OK 好 这时候就会出现这个画面 看起来真的很像之前的MSN软体 然后里面就是我的名字 那这次可以去call 那个我要拨打电话 这边就可以直接打电话 可是因为我是在台湾 所以目前我没有办法去call到其他国家去 因为这个要到call到其他国家去的 一般私话或手机的话 我们都在VoIP里面 我们都讲叫做下车 下车就是从云端下到当地的电信局 这个要跟当地的电信局去前约 才有办法下到当地的电话 或者手机 所以这部分呢 我目前还没有办法去做测试 好 这段就是说明这个软体的下载跟安装方式 那至于怎么使用呢 我们等后续研究之后再慢慢来做说明